《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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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他讲了两句 他们这个政治联盟 我们很可能是 华人里 最早的做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之一吧 《春雨》 在L.A.做得非常好的 驾驭互相 每一年的选举 都能看到他们在 《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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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活动大家都觉得做的 这个应该互相给对方的祝福 尤其是我们组委会的 辛苦了好几个月 唯一有一点 唯一有一点 唯一有说一点点 稍微美风不足的是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 从1943年 韩花饭被废除以后 到今天我们开了个大会之前 八十周年 几年之前 这中间 关于排华法案的事情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会 我们的社会机构 有没有做任何事情 可以说我们记得 唯一一件事情 刚才有书记也讲的了 那是 我们大家在2009年到2012年 花了三年时间 最终让国会对排华法案做了一个道歉 这个是以我们大陆的留学生为主来做的 我觉得这也是 应该在这次大会上 应该讲的一件事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在座里有谁听说过这个叫第二个排华法案吗 有没有人知道第二个排华是什么 四十五年 那是 那是 初学当时的排华法案 那时候中 人口 但是华人阴的太多 但是现在的大学 孩子孩子孩子太多了 以外先生 有什么 是教育的 赵雨空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哈佛这些学校对亚裔孩子的提示是排华版 还有没有刚才我听说 那是我的说法 我们现在佛州通过的SB264 如果你想很严重的话 是新的,第二次的新的新的新冠军 还是新的新冠军 我们已经知道这法案的具体期间 在几天天下的新冠军 如果您是中国人的网络 您必须要纪录业州的计划 in less than 30 days, and if you miss one day, you'll be fined $1,000, and that's where we are today. So,今天我们这里是想说要寻找一个答案,到底我们华人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 那么我可能觉得这个答案会有没有一个答案,可能有很多答案, 我只是现在想说给大家提个UCA的答案,那么UCA很快是六七年前成立的, 我们现在大概情况是有14个chapter,有两三千会员,有四十五六个叫做community partner, 其实也就是coalition partner,但是I have to say that,过去这几年大家都很忙,我们也很忙, 没有足够的精力把真正的serve the coalition member这些事做好, 但是我们决定从现在开始,要把UCA这个1.0的bandon变成一个2.0的bandon, 把我们这个platform提供给整个Chinese community, and to make it really a national coalition.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事情, 比如说从大家熟悉的陈霞芬,习晓星,国安明,陶峰教授, 这一系列的事情的话,we actually are leaving the fight on the trenches everywhere. 在过去几年里呢,我们也在一些Food of Love program, we got 144 cities doing that together two years ago, during the pandemic,to serve the community. we also filed two lawsuits,one is on WeChat, the other is for the Chinese students from China during the pandemic. there's two lawsuits,we all won the two lawsuits. On both of that,you see our,我们叫那个Amigas Brief, Friends of the Court. 最后的话,我们现在也正在筹建, 明年夏天之前应该可以成立的亚太义国会中心。 那么,我现在在想说呢,我就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因为在座的朋友,我大概一大半以上都很熟, 这个很多都是老朋友,那也很高兴,看到新朋友。 希望大家对这个,我们筹建这个新的联盟,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联系。 我们在1月3号,会有一个三个小时的Zoom。 这三个小时的Zoom呢,就truck us on this issue。 我们会希望能够成, 大概有50位左右的朋友那里, 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和想法, 也把我们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如果去carry out this coalition. 第二个,我们会形成一个叫charter group, 就会有50个organization to start with, and we can talk about the future charter. 第三个呢,我们在1月27号到28号, 可能会在San Antonio or in the Orleans, 我们要开一个strategic的retreat, 我们会invite100个华人社区领袖们一起讨论和finalize这个future charter. 最后,在通过和讨论完的这个charter基础上, 在明年的7月11号和14号, 我们会在Washington,D.C.召开一个三天的美国华人大会正式批准. charter and elect a new leadership. That's where we are today. That's my recommendation. And anybody of you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please comment me. And thank you. 我们的今天是我和我们这个新任的executive director梁教授一起来参加的。 谢谢梁教授。 谢谢大家,可以祝你。 谢谢大家,可以祝你。 谢谢大家,可以祝你。